圣诞佳节过后 五大联赛陆陆续续恢复比赛赛程 联赛杯赛接踵而至 法国杯16分之一淘汰赛 巴黎客场面对若里瓦尼斯 对手只是一支第四级别的球队 巴黎以4比0轻松拿下对手 晋级下一轮的同时 也拿到了2022年的首场胜利 本场比赛因为伤病核心关的影响 内马尔、梅西两位巨星缺席了本场比赛 加上迪玛利亚、伊卡尔迪在替补席待命 姆巴佩再次担任起巴黎催城拔债的任务和核心 姆巴佩也并没有让球队和球迷失望 在18分钟内上演帽子戏法 带领巴黎轻松取胜 本赛季至今 姆巴佩代表巴黎上场 25次贡献18球12次助攻 进球助攻都是队内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 姆巴佩打进三球 是今年首位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在德甲上位开始之前 姆巴佩再次领先了哈兰德 2021年度 哈兰德就以51球利亚哈兰德 成为总射手榜茨西 此外自从2017年加盟巴黎以来 姆巴佩代表巴黎出场 2014贡献150球 已经是巴黎队史第三射手 距离第二的一步不过只差6球 姆巴佩本赛季反超一步也只是时间问题 巴黎队史第一进球记录是卡瓦尼 进球数为200球 姆巴佩想要半个赛季反超卡瓦尼 就比较困难了 姆巴佩不仅有着超高效率 在梅西内马尔齐齐确证的时候 一人扛着巴黎前进 虽然巴黎将姆巴佩视作未来 也希望与姆巴佩续约 不过很可惜 姆巴佩早已经多次拒绝巴黎的续约 夏天离开巴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再查了谢谢大家 先打完 次拒绝吧 请点赞